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mit 今天咱们学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默认属性的生成 咱们上一期学的是什么 默认tag的生成 对不对 对 您可能通过上期的学习 大概对Emit里面 默认这个概念有所理解 对 今天咱们生成默认属性 就是您理解的默认 好 这个说的有点太哲学了 好 咱们看一下现在知识点 知识点 Emit提供了常用的tag 属性的生成的功能 什么意思 该怎么做 马上看实战演习 今天我也是给您举了几个例子 马上拷贝过来 咱们边运行边讲解 好咱们看 这有一个A A是什么意思 超文本链接 对不对 以前跟您讲过 比如说 我用Emit的功能 直接A 敲了A 大家请来出来了吧 好 我直接A一回车的话 大家注意看 他默认给咱生成了一个属性 HREF 为什么 这是Emit的理解 他认为 咱们在开网页过程中 如果您用到了A 说明您是一个超文本连接 99%的情况下 您是需要HREF这个属性 连接到哪去 没问题吧 所以说 Emit它默认给咱们提供了HREF这个属性 这很简单 这真的很简单 以前我在开发的时候 我肯定都这么敲 然后回来 在HREF 再往下敲 虽然 节省了大概一到两秒钟的时间 但是心情非常的愉快 所以我真的喜欢使用Emit 没有问题吧 再接下来 咱们不光A 因为这个HREF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协议 什么协议 比如说 我这敲A 不光是敲A 我还想通过这个敲A 完成发邮件的功能 该怎么做 当然它不能发邮件 它只能说给咱们提供了一个 没有Tool的协议 该怎么做 事实上 我A 当然 大家请看 这个VS Code的好处就在于 咱们 敲完A之后 它会给咱很多的提示 代码提示 一般的编辑器是没这功能的 有 那咱们就用 比如说 咱们用这个mail 该怎么写 咱先写 咱先不用它的功能 A 冒号 mail 然后一回车 它认为 是使用mail2的协议 进行连接 够 大家请看 它不光是给咱们生成 这个HIF 同时 HIF里面 还生成了mail2协议 又帮咱们节省 大概一秒钟的时间 对吧 OK 接下来 当然了 我再给您回来 刚才我敲 我是EA的手工敲 其实咱们不用敲 敲到A之后 用VS Code的功能 咱们在这可以选 mail2 没有问题吧 咱们再选一个 mailtile 打电话 没有问题 这是用在手机上 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 是下面这个 A Link 什么意思 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更简单了 A Link 为什么 因为咱们HIF的时候 是不是要跟一个 几乎99%的情况下 都是要用这个HTTP协议 或者说用HTTP S协议 现在S多了 现在S几乎是标配 这今后话题 今后我会给您讲 网络服务器搭建的时候 会给您讲 HTTP和S该怎么设置 怎么设置证明书 这是今后的问题 是不是很方便 一般99%有点多 98%的可能性 都是用到HTTP 或者说HTTP S这个协议 所以说他默认把这个开头 也给咱们生成出来 您不觉得简单吗 当然咱们不敲的话 是直接生成A 对吧 咱们如果敲一个冒号Link 尤其还利用VSCode 这个功能的时候 咱们代码会更加的简洁 对不对 接下来 Script 这个也非常常用 这个Script这个地方 其实有联络写法 有两种用法 第一 咱们在本页面中 写上Java脚本的代码 第二 咱们生成一个 Java脚本的文件 然后咱们去Link它 两个写法 对不对 如果说咱们什么都不敲的话 直接Script的话 直接回撤 你看 在这地方 咱们得敲上自己的 Java脚本代码 对不对 VAR 什么什么什么 可以吧 一般的情况下 不是一般 99%的情况下 我都可以这么说 咱们是不会把Java脚本代码 写到本文件 本网页当中的 而是要抽象成一个GS文件 那换句话说 咱们就需要在网页中 去引用外部的GS文件 该怎么做 这样写 请看 Script 然后这地方 加一个冒号 SRC 说明什么 说明我这个 Script Tag 是引用外部的文件 够 出来了吧 他默认帮咱们 生成一个SRC 然后咱在这边指定 比如说是网站 根目录 GS下面的 比如说 my.js 再指定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Script Tag的写法 非常简单 OK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 我Script 这个HTML标记 最常用的属性是SRC 所以说 他给咱们提供了 这么一个 Script 冒号SRC的 简便写法 让咱们能够快速生成 SRC 让咱们快速生成 没问题吧 OK 最后再讲一个Meta 为什么要讲Meta Meta是标记着 整个整体网页的信息 或者说叫这个数据信息 叫Meta Meta其实在近几年 真的是用的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这个 叫做什么 Responsive 叫什么 可变网页 这个国内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日本叫这个 Responsive Responsive 什么意思 就是说 网页可动 咱们写一个网页 既能够在手机显示 也能够在Tabeta显示 还能够在PC显示 这个怎么控制呢 就通过Meta 提供很多的数据 让浏览器知道该怎么显示 所以说 Imit 大家请看 给咱们提供了 默认这么多的Meta的 默认的属性 比如说VP Wallpoint 让咱们指定 比如设备宽度是多少 然后这个缩放是多少 都可以指定 对不对 咱们通过它 能够快速的生成出来 Meta 比如说 Edge 这是IE兼容性 什么的 没有问题吧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方便 Redire 什么意思 让这个页面转向 UTF是页面的编码 都没有问题 UTF 咱们就这地方 一定要经常 不是说 要板着板的使用UTF8 UTF58 而不要说用什么 这个GB2312 GBK不要用那些 非常老的编码 用最新的UTF8 统一控制 这是网易编码的另外的话题 OK 以上 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今天的所有东西内容 咱们不光能够生成默认的Tag 还能够针对Tag 常用Tag 生成常用的属性 您不觉得 Imit真的是很方便吗 好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 有口有趣 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Imit非常精彩 咱们在下面的视频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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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